今天呢我和大家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为什么我们浅谈基督徒提问的问题 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最近上给一个学校上课学生们问问题里面 包括大家最近教上的问题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一些如何提问的问题 那今天基督徒遭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圣经当中的一些疑问 为什么上帝明知道人会吃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 结果还要在园中摆一棵让人半脚跌倒的石头善恶果树呢 为什么我生活当中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如此尽情爱主追求 但是我还失业 我的儿女离婚 然后我丈夫外遇 家庭遭遇不幸呢 为什么 竟然有类似于金正恩这样的暴君 欺压自己的百姓 烧杀裸掠 草菅人命 上帝看着不管呢 上帝如果真的是良善 公义的上帝 这种人为什么不审判他呢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的为什么很多 基督徒的疑问来自哪里呢 首先他们常常问 上帝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行法那个人 为什么不搭救我 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 上帝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让我的儿女如何如何 为让我的丈夫如何如何 让我的家庭这样 让我的健康这样 为什么上帝叫什么什么 为什么上帝 为什么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无数个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里面充满了对上帝的质疑 抱怨 质问 为何遇到这样的困惑呢 第一 首先我们要清楚 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有个绝对的差距 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 因为人被造就是有限的 注意 有限不是罪 有限不必然犯罪 但是有限决定了我们的存在 我们的认知 很多是有限的 但是神是无限的 有限的 无法完全理解 洞悉 这个无限之上帝的筹算和作为 让蚂蚁理解你的爱吧 给它一千个脑袋也想不明白 让牛懂得你对你儿女的爱吧 给它三头六臂 它也想不通 这是存在之间 无法逾越的鸿沟 有限的人类如何去揣测 上帝那测不透的心意 他的筹划 他的脚踪 他的作为呢 第二 人堕落的理性 无法正确的思考 即便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也不意味着他所有的思考 都是与真理一致的 很多都是陷在我们昏昧的心思里面 未被更新的心意当中 自我中心的思考里面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自己的见解上 按照自己的标准 去质疑 去衡量上帝的作为 现象背后 原因对于我们是隐藏的 万事之理离我们甚远 而且最深 谁能测透呢 传道书七章二十四节 有很多的事情背后我们无法理解 传道人也好 信主年久的基督徒也好 千万别装自己是先知 好像什么都知道 神的旨意是这样 神的旨意是这样 大家认识的某某某 刚做传道人前两年的时候 年轻气盛 的确他对圣经有一些动息 经历了一些恩典 的确他可以对一些事物 有属灵的洞见 但是陷入到了一个误区 就是以为自己可以 凭着自己对神学 对圣经 对神的理解和认识 可以对所有人类的现象 特别是会众的遭遇 做出正确无误的 上帝旨意的宣布 结果打脸的事情无数 后来不得不承认 上帝做事 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测不透 背后的原因 像我们是隐藏的 第四 我们不受约束的不敬钱的好奇心 人 堕落之后 共同一个特点就是 不是好奇心害死猫 包括人也是充满了 不敬钱的好奇心 好奇心适当的使用和管理的话 能够对人有益处 但是不受约束的 不恰当的 不合理的 好奇心 特别是不敬钱的好奇心 会带领我们 会激励我们 以操动 骚动的心 不敬钱 不敬畏 去质疑上帝 有太多好奇心 不敬钱的心 以至于我们去质问上帝 为什么 还有一个 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困惑呢 有的时候我们敬钱的人 真正敬畏上帝的人 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 就像哈巴谷 大卫 很多众先知 众神的仆人 历代的先祖们 他们也有那种看似质问上帝 却不是质问上帝 是求问上帝 他们渴望在神的面前 理解他们所遭遇的经历 这种是允许的 那么我们可以如何明白神的作为呢 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呢 第一 首先我们要清楚基督教的认识论 或者说基督教的认识原理 我们如何认识事物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认识论的问题 哲学家们 佛教徒们 任何人 他们试图了解这个世界 了解自己的话 他们必须有一套认知系统 认知原理 或者说一般说认识论 那么基督教的认识论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 基督教的认识论获得知识 无论是对上帝 对我们自己 还是对其他被造物 获得真知识 必须依赖启示 那启示分为启示的主体 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 上帝主动向我们启示他 上帝如果不启示他自己 谁能知道神呢 谁能认识神呢 谁能晓得他的脚踪呢 上帝如果不启示 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世界呢 我们学到一般启示的时候 也是启示 虽然透过我们的良知 观察思考 因为有一般启示 才有所谓的自然科学 人文化的发展等等 没有上帝的启示 人不可能获得任何知识 第二 启示的受体是神的形象 上帝按照他的形象 是造了我们 所以上帝向我们发信息的时候 我们能够收到 能够听懂 能够收到能够读懂 上帝启示的对象是 他按照自己形象式所造的人 因此无论是自然启示 还是特殊启示 我们都可以透过他 获得相应的知识 所以离开启示 我们一无所知 离开启示 我们就陷入到极大的黑暗里面 第二 光有启示不行 上帝启示了也不是意味着 所有的人都敬拜他 罗马书一章里面 因着上帝已经将他 关乎他的永能和神性 启示显明在人的心里 或者是记着所造之物 随眼不能见 但是看见所造之物 就可以让我们 无可推诿地晓得 但是为什么他们却逃避呢 明知道却不拜神 不荣耀他 不适合他 反去转去拜偶像 放纵自己的情欲呢 因为心智昏昧的缘故 因此罗马书十二章 二节里面说 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为什么 一章到十一章 讲到了上帝救恩的奥秘 在基督里 如何称罪人为义的 救赎之功 救赎的作为 福音 但是十二章一节就开始 因此所以我们应该将身体 线上当作活迹 然后是圣洁的 是神所以觉得你们如此 侍奉神 乃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既然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 一章到十一章 告诉我蒙恩的方式 那既然我们蒙恩了 我们就应该侍奉神 但是问题如何侍奉神呢 心意更新要变化 消极地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因为这个世代是堕落的 形成了很多错误的价值观 错误的道德伦理 错误的人生观 世界观 一个抵挡神的 背离神的文化系统 你要追随这个世代的生活 价值观念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侍奉神 那怎么侍奉呢 积极地 心意更新要变化 你的心思要变化 你不可能用你旧的头脑 旧的心智去侍奉神 为什么 只有更新的心意 才能够查阅 何为神善良 纯全可学的旨意 一个人不明白神的旨意 他就不可能侍奉神 罗马书一章里面提到 那些心智昏昧的人 就各自随着自己败坏的性情 败坏的意念 观念 去自己侍奉自己手中的工作 去拜偶像 制造假神 所以没有真知识 你就不可能按照真理和圣灵 去侍奉敬拜他 所以希腊文里面 既可以说敬拜 也可以翻成释放 理所当然的 侍奉也可以翻成理所当然的 敬拜 用真理和圣灵来敬拜他 或者侍奉他 所以出埃及记二十章 那里面上帝就告诉 以色列百姓 特别是嘱咐摩西 凡我所 你们所有的侍奉 都要照着我山上 指示你的样式 因此这就告诉我们 侍奉不能随私意 一定要照着神启示的 侍奉主 按着主 靠着主 喂着主 向着主 依照主所要求的去侍奉他 灰墓的材料 尺寸 加工 谁做 怎么做 什么时候支起 怎么样去洁净 祭司是立谁 怎么穿服装 怎么样宰杀牛羊 什么时间 如何如何都交到 没有一个是随着私意 自己发明献祭给神的 都是照着神所要求的 所以心思意念不更新 我们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了神的旨意 才成为侍奉神的一个第一步和基础 不明白神的心意 瞎热心 只能随着自己的心意热心 犹太人失败就在那里 他们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 有热心保罗认可 但是他们不是照着真知识 要立自己的意 废去神的意 所以就自取灭亡 因此心意更新很重要 上帝虽然赐下启示 但是你的心思不被更新 就等于击对压甲 驴唇不对马嘴 上帝呼喊 我们的耳聋心智 都变成半导体 或者不良导体 甚至绝缘体 额头刚硬 耳朵发沉 心蒙止忧 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的启示 明白神的启示 所以这样更新的心意之后 我们才能够查验 何为神善良 纯全可学的旨意 那神的旨意里面 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两类 第一个就是上帝 已经向我们显明的旨意 这个就是我们透过 前面所说的自然启示 上帝在 不是用文字 而是借着良知 神所创造的被造戒 等等向我们显明 而这里面蕴含着就是 我们用通俗点说 常识 常理 上帝教导农民如何去务农 什么时候播种 不同的地区气候 节气 不同的庄稼 不同的种子 什么时候耕种 如何去收割 怎么去脱利 怎么去处理 这些知识 原来的农民也不是在 这个教科书里先学的 都是在经验当中 所谓的常识当中 知道的 然后常理 一些常理 都是自然启示 我不细讲 这个大家在基督教腰义里 可以做更多的了解 第二就是特殊启示 或者说律法和福音 旧约的律法 新约的福音 这个律法就包含 整个旧约圣经 福音就代表新约圣经 所以当然旧约里面 也有福音 不可能是新约 突然冒出来的福音 新旧约断裂的 所以在这里面 整个新旧约圣经 就是上帝显明的 他借着先知 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 借着圣子 耶稣基督亲自来教导 甚至借着使徒 我们今天呢 就是透过圣经 可以明白 比自然起 更加明了的 具体的 准确的 关于神 宇宙 救恩 我们所有敬虔 生命的一切的知识 比如说旧约里面 最代表性的 神启示的最核心 就是实际 然后 新约我们说福音 同时呢 我们看到不仅是 上帝透过新约圣经 启示我们 什么是不可 什么是可 等等 同时我们根据 圣经 有一些不明了的 我们可以根据 圣经教导的原理 可以自然的 必然的 推导出一些原理 比如说抽烟 合不合乎神的旨意呢 那你别说抽烟 是不是作为真基督徒 假基督徒 判明的标准 因为圣经没有教到我们这样 虽然我们中国基督徒 热心虔诚 总喜欢把 你抽烟就不是 真基督徒来做等号 这样的判断 是严重的错误 因为没有圣经的根据 但是抽烟 是不是神喜悦的呢 因为圣经成书的时候 烟这种产品不存在 那难道烟就在法外之处吗 不受圣经真理的约束吗 没有明确吩咐 不等于圣经没有原理指引 比如说荣不荣耀神呢 对自己有没有益处啊 我们受不出他的约束啊 瑕疵啊 再也就是造不造就人呢 等等 那抽烟 用这几个原理一倒的话 我们就发现 既不利于自己 也不利于别人啊 百害无一利啊 所以推理性的 可以给我们指导 所以这种恰当的 不是强解圣经导出来的 自然导出来的 也是属于神教导我们 就像我们解释 十戒的时候 十戒不可杀人 不只是教导 我们不要谋害别人的生命 还包括我们保全别人的生命 爱惜别人的生命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推理也是 恰当的推理 不是过度的推理 再也就是智慧 那当然这个智慧 包括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 透过我们明白神的话 明白神的熟悉 晓得神的救恩的计划 等等综合性的 因着认识神而带来的一种知识 智慧 特别是雅各书一章里面说到 当我们遇到百般的试炼的时候 要以为大喜乐 然后雅各告诉我们 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智慧 奇怪 谈到试炼的时候 为什么要谈智慧呢 为什么 在试炼当中 求上帝给我智慧 知道如何在那种处境当中 去正确的反应 所以可见我们需要这种智慧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上帝未显明的旨意 生命纪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说到隐藏的事 是属于约华的我们的神 我们神的唯独明显的事 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化 上帝借着律法所启示的 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 让我们照着显明的神的道 启示的道 成文的道去遵守 这就是神的旨意 我们中国基督徒常常 受到一些神秘主义 灵魂运动的影响 寻求神旨意的时候 总是想到大卫求问什么先知 然后再加上我们民间宗教 求问大仙算卦 我们就以为基督教寻求神的旨意 是透过这种方式 去倾听声音看一项 或者说透过某个大师 某种超自然的恩赐对我讲话 那是引导我们神旨意的 那是圣经没有成书 历史当中那个不同阶段 启示赐下的过程当中 使用的方式 如今圣经已经成书了 上帝更喜欢我们去研读 随着圣经成书的历史 这个启示渐进 旧书史的进展 我们发现上帝带领他百姓 更多的渐渐引导我们到律法 新约里面到基督的话 使徒的教导 那新约66卷成书之后 我们就以圣经作为我们 一切关乎敬虔和生命的知识的 唯一最高的源头和权威 所以寻求神的旨意 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 上帝已经赐下的神的话语里面 去寻求律法 整本圣经 新旧约圣经 那没有显明的 上帝没有显明的 那是神的荣耀 上帝觉得没有必要 凡是觉得对我们有益的 有必要的 上帝一定会启示给我们 要么就是觉得没有必要 要么就是觉得我们领受不了 所以凡是关乎生命和敬虔的 庭摩太后书三中 十五节到十七节 包括彼得前书里面说到的 已经赐给我们了 因此你就不要用神秘的方式 离开圣经把圣经一丢或者枕在枕头下 然后去求问大仙的方式 去占卜的方式 超自然的方式去寻求神的旨意 这是异教和基督教之间本质的差别 查考圣经 昼夜思想烟花的律法 因为上帝已经说的话 你的忽视 还要指望上帝给你什么新的启示呢 隐藏的是属于的话 所以神的旨意有一部分是向我们显明的 还有一部分因为我们无法领受 或者是没有必要 上帝就保持没有向我们显明 因此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谦卑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上帝预定了谁 但是我们透过圣经提到预定 分明这些信的人是神所预定的 以夫所书一章三节到四节也提到预定 使徒新传里也提到预定 是吧 罗马书里也提到预定 那预定是神的教义 所以我不喜欢说预定论 因为论是观点 主张 我们说预定的教理 圣经这么启示 我们就相信 谁胆大到一定程度敢质疑挑战圣经呢 除非我们狂妄到一定程度 偏见到一定程度 视而不见 这一点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基督徒总是 包括所有的人类都这样 如果没有圣恩典的扶持 我们总喜欢看我们所要看的 听我们喜欢听的 所以圣经里面 虽然那么多重复地提到 神的预定和拣选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喜欢别的教义 所以我们就看见却忽略 好像圣经没有记载呀 所以弟兄姊妹 虽然预定是上帝的作为 神启示出来 我们得救都是在乎他的预定 他的拣选 没有一个得救的人不是他预定拣选的 那问题是他预定了谁 不晓得 所以我们就不要问上帝啊 这个人是你预定的吗 那个不是我们关心的 隐藏的事是属于和华的 他只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如何听信服音得救的方式 他没有给我们最终的那个名单 你看看我在永恒当中预定这些目录 你看看你家七大姑八大爷有没有在里面 那些不在里面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上帝没有那么做 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死之时 他再来的日子等等 有很多的事情都是隐藏的 所以可见上帝没有显明的 那就是隐藏的 因此 那问题来了 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 上帝启示的主体 上帝启示了他的旨意 他的旨意分为显明的和隐藏的 显明的已经透过一般启示 这个不信的人也领受了这种一般启示 虽然他们采取的反应是逃避和拒绝 但是对信的人是赐下了圣经特殊启示 那么如何去领受这个启示呢 需要信心 信心是领受启示的工具或者器皿 以赛亚书七章九节说 你若不信 地定然不得立文 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说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 不信的话就不可能站立得住 借着信我们就知道 所以奥古斯丁和安斯伦 他就说到信仰寻求理解 什么意思呢 这是基督教的认识论 借着信得以明白 借着信得以理解 人非有信就不能蒙神的喜悦 因着信我们就知道有神 也知道他乐意赏赐 那些寻求他的人 因着信我们知道 这个眼见的诸世界 不是从显然之物尔来的 乃是上帝用他的话所造成的 不信的话就不知道 这个大家在信主之前 不是经历到了吗 作为无神论者 唯物主义者 那个时候多么自信满满地 相信自己是猴子 虽然是古代类人进化来的 这个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来的 我们自己有自己安慰自己的那套系统 来诠释我们眼睛所看到 所经历到的这些现象呢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信 我们不信上帝的话 不信上帝的存在 所以我们对他所 我们所看到的不可能有证知啊 但是有一天神恩待联名我们 赐我们信心 借着他的真理 照明我们心智的昏昧 让我们透过他的话 得以超经验地去明白了 哦 原来宇宙 神的存在 他的创造 包括他的救赎等等 我们开始明白 理解了我们的人生 理解了这个世界 对不对 那么同时呢 除了基督教的认识论之外 还有异教徒的认识理论 但是我把它粗略地 非常操的 非常简陋地总结了 为什么 给大家一个反衬 当我们说神呢 为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这不是基督教 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 反而是异教徒的态度 异教徒的认识论什么 第一是贿赂神明 操纵神明 摆上猪头 上上香 供上磕头 浇上酒 各种贡物 其实都是贿赂 贿赂的目的是什么 我所求的许的愿 给我成就 实际上是操纵 好像是败神 不是敬神 是操纵神 给他好处 给我办事 然后异教徒呢 常常喜欢采措奥秘 我将来怎么样 我儿子以后怎么样 我这个生意会好吗 这个将来的 哎呀 大神一看 大仙一看 哎兄弟 你这个印堂发黑 你有大兄啊 你最近什么什么时候 二十几岁的时候 有什么几条坎 几个灾难呢 那他 你就问 哎怎么办 他已经预知了 我说的这个预知 不是圣经预知 预先告诉你 漏了天机 我们不讨论这个 是不是事实啊 但是他就把你将来的事情 提前给你兜点 告诉你 这是所有 一教 包括堕落的人 都喜欢的 这种好奇心啊 关心将来 主啊 那个人将来怎么样 所有这种不敬钱的 过度的好奇 你只要跟错我就好了 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跟错我就好了 他的事 由不得你管 管好你自己啊 人就有这种好奇心 好奇将来 哎呀 我将来娶什么样 媳妇嫁什么样呢 我要将来做什么 我母亲原来吃了很多苦啊 不信主的时候 这个各种大仙都拜 算卦 还给我算哈 他说那个大仙告诉 哎你儿子将来是 这个靠技术吃饭 废话 哪个人活着不靠技术吃饭 教授也是靠 这种知识性的技术 对不对 教课 那我后来是上 以前我的梦想是 这个那个时候的孩子 没有什么远大的 一开始远大的 你想是报销祖国什么 后来长大了 发现那都是 扯啊 然后后来现实一点的 自己喜欢 从小喜欢机械嘛 想学这个什么 电啊 修一些 维护一些电器啊 学那个技术 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 再大一点呢 后来又想别的梦想了 结果自己后来 到铁路工作了 什么工作 能够脱离技术的 对不对 很多的事情都 跟技术一块 所以他说了废话 哪一个人不靠 技术生活 对不对 然后母亲去算卦 算将来的事情 为什么 对将来的事情总揣测 然后遇到什么事情 背后到底因为什么呢 去供啊 大虾就给他出招 你去这个 这个事情什么 凌晨十二点的时候 摆上桌 买什么什么菜 在灶坑里面 或者什么地方 向东啊 什么拜什么 向东走多少多少米 然后拜什么什么 供什么 就可以化解在那 所有的异教徒 典型的例子 就旧约的这个扫罗 曾经 仅止 按照神的旨意 去仅止 拜交鬼的 找交鬼的妇人 仅止 招婚 结果呢 不明白神的旨意 有着律法 不看 有着律法 不不默想 结果他去找交鬼的 去揣测 把摩 而且是要把 撒摩尔招上来 等等 人的本能就这样 所有的异教都是这样 上帝隐藏的 他们总想揭露出来 所以有一些 那些所谓的先知 把你将来的事情 什么奥秘事情 说出来 你不要以为 是什么好事情 和圣经里面 教导的信仰 是完全相悖的 还有就是 所有异教徒 这种 背后寻求的目的 都是自私 不尽钱的 都是自私的角度 不尽钱的 不是因为 他们求神明的旨意 那个神明 都是他操控 为他效力的那种 神明 家神 保护自己的 看顾自己的 可以任意的 被神之 被自己操纵了 所以偶像最好 拜偶像最舒服 你给他摆上什么 就摆上什么 因为偶像不会吩咐你 第一条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 不可为我雕刻偶像 第三 什么 挡手安息日为圣日 不可望称 也花你的名 你要孝敬父母 偶像有嘴 不能说 所以他不能命令你 偶像有手 不能拯救 偶像有腿 不能走 你做什么坏事 你走掉了 就走掉了 他就在 定在那庙里 他不能移动 所以拜偶像 是最容易的事情 当然背后的 邪灵操纵 那就另说了 所以人喜欢拜我下 看得见 摸得着 又可以随便去支配 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是单方面的 只要我贿赂他 然后操纵他 就可以满足我的思雨 那么基督徒该如何面对困惑呢 我们人生当中难免遇到困惑 那我们面对困惑的时候 当怎样去对待 以怎样的姿态去处理呢 第一要按照常识和常理 我们刚才也讲过 有些事情呢 很多的事情 这个我常常喜欢用那种比较犀利的话 去形容这种 看似很敬钱 但是又令人这个哭笑不得的 亲爱的肢体们 他们就这样 因为我原来侍奉的教会里面 有这样的 比我年长的阿姨们 他们比较虔诚嘛 但是他们有点倾向于灵恩 受到那些灵恩的影响 包括一些神秘主义影响 甚至有的阿姨呢 早晨出门说 主啊 我早晨该不该带饭 废话 你中午不吃吗 你不打算去下馆子 上小吃不吃饭的话 那你自己不带饭 不挨饿吗 你还指望乌鸦给你叼饼 外面下雨了 主啊 我该不该带伞 小学生都知道 下雨的时候 当然要带伞 对不对 然后出门的时候 是不是主啊 我先卖左脚也卖右脚 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 常识的事情 上帝已经教导你该做的事情 做正常人 能做的事情就行 为什么一信了主 神秘到一定程度 把所有其他的上帝 借着普遍恩典 一般启示 所教导我们的一些常识 都丢弃了 所以就出现一些愚昧的基督徒 不懂常识 反常识 不懂常理 反常理的 成仙不成仙 成神不成神 火星不是火星 在地球上又不像地球人 这样的基督徒 所以要懂常识 基督徒最起码要懂常识 你不懂圣经可以 可以学 但是你不懂常识 就很麻烦 懂圣经不懂常识的人 很恐怖 我这个坐船到二十 今年可能也就二十三年了吧 全职 遇到很多这种没有常识 你跟他讲人话听不懂的 很愁啊 后来我就学会了 不是学坏了 一开始傻 诚诚实实地跟他讲 后来讲人话听不懂 后来看他讲人话 赶紧躲 对不起我忙 没有时间 我不懂 就赶紧躲 讲道理讲不懂 你告诉他正常人 应该做的事情 他觉得你不属灵 太属肉体 你跟他讲圣经 他其实圣经也是稀里糊涂的 所以常识 这是首先作为人 第一要懂的 有些问题常识 就按照常识办 按常理办就可以了 不需要什么特殊启示 听到神的声音 你才知道怎么做 第二 当然就 光有常识和常理不行 还要加上神的话 特殊启示 查考圣经 直接的教导 圣经里面不可 你们要 这样的事情 那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圣经里面教导的那些 在律法里 在福音里面 向我们启示的 他对他儿女的期待的 那个执意 我们要尽的本分 这个 这就是我们要 顺存和遵守的 第三 圣经的原理和正确的推论 我刚才也提到了 有些不是关乎不可 你们要这样的事情 神所恨物的有七样 第一个是骄傲的言 什么等等 那当然上帝就不喜欢 骄傲 清心的人有福了 当然神喜欢清心了 对不对 虚心的人有福了 即可摸易的人有福了 什么奸淫 鸾童 拜偶像 当然是神所证悟的 这个不需要祷告 求特别的指引和感动 什么印记和确据 对不对 这个已经直接教导的 但是原理呢 原理呢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整个圣经启示出来的一些 虽然不是某一句话 直接说的 比如说三位一体 那三位一体 圣经里找不到这个词 对不对 那但是圣经里交到了 三位一体 上帝这位三而一 一而三的这位神 我们用历史上教父们 他们用了这个 三位一体这个词 去形容 总结 概括 浓缩了圣经里面 神的这个属性 神是本质上是一 位格上是三 不是三个神 是一位神 但是父和子灵之间 他们各自有独特的属性 他们位格上 不混 不乱 不分 不离 等等 然后他们本质上 同意 等等 他们位格之间的关系 等等 那总结 一句话 就三位一体 这是圣经里面 教导的原理 包括 其他的 正确的推论 等等 我刚才也讲了 所以 常识 直接的教导 还有一些圣经教导的原理和推论 可以给我们带来指引 再也就是我们说的智慧 这个就是综合性的常识 圣经的原理 圣经的原则 包括你个人在神的面前 敬虔的生活 上帝在你心里面 给你的那种洞察力 而这种洞察力是 即符合圣经的原理的 这样的智慧 做出恰当的判断 那你说圣经有没有吩咐我 这样处理呢 做生意 做什么事情 教导儿女有些事情的时候 圣经没有直接经文 直接贴在那 几张几节 告诉我们的 但是我透过圣经 启示的这个原理 里面就有这样的智慧 去做这样的事情 很重要 然后最重要的 如何面对这样的困惑呢 是信赖神 为什么 刚才我们说 上帝做很多的事情 背后原因 我们是不知道的 即便我们信主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做传道人 做一辈子 不意味着我们就 跟神一对一 亲密到一定程度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能够想明白 上帝所有的事情 都给我们解释明白 没有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事情 上帝让我们去 凭着信心活 凭着信心活的意思就是说 不意味着什么事情 你都明白了 你才去做 我说的这个明白 是背后的原因 上帝让以色列百姓 去绕城 伊利哥城 第一 每天绕一圈 安安静静地 扛着约柜 兴师动众的 按照一般的聪明 虽然他们不是什么 专业的战士 在旷野里也看 看打仗也看那么久了 经历也经历过战争了 这种在城边绕城 这不是白挨打的情况吗 怎么可能攻克那个城呢 用人的聪明来看的话 是不可理喻的 但是他们因着信 不知道背后的理由 顺从神的吩咐 结果我们都知道 所以信靠顺从很重要 背后的原因 即便不知道也要顺从 为什么 上帝喜悦我们顺从 而且为什么我们信靠神呢 因为祂是智慧的神 身在身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祂的判断何其难寻 祂的脚踪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信 谁做过的毛事 谁先给了祂 后来让祂偿还呢 没有人教神做事 也就是说 上帝独自铺张穷骚 一切都按照祂的智慧和知识 所设定所管理 所引导的 上帝不需要 直柔化修的毛事 我们也不需要 自作聪明去猜测 给神提建议 反而 祂的智慧 我们既然 即使猜不透 理解不了 祂仍然是值得我们信靠 上帝绝对智慧 上帝不会做错事 上帝不会算计错 因此上帝不会后悔 我们说上帝 为什么不会后悔 除了祂的属性不改变 永不变 再有一点就是 上帝是智慧 上帝从来不会 做出错误的判断 结果做来做去 发现后悔了 当初决定错了 上帝没有后悔 是因为祂是全智的神 祂不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 所以既然今天这件事情 临到我 上帝有祂的智慧 我理解不了 但是我相信 神有祂足够的智慧 信赖神的智慧 第二 祂的良善 因为英文华的言语政治 凡祂所做的 即便我不理解的 祂所做的都诚实 上帝是善良的 祂不可能恶待我 上帝不可能居心叵测 故意找我麻烦 表面装得很爱我 实际就用命运折磨 让我觉得命苦 然后到祂的面前去祷告 上帝不是那种邪恶的神 上帝是良善的 因此我们看着 对我们不好的事情 我们看着 对我们不利的事情 我们看着 对我们有害的事情 但是这背后 都有上帝的美意 良善的用意 第四 祂的恩慈 诗篇136篇3节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恩慈和慈爱是 原文是一样的 上帝的慈悲 上帝的 hezad grace 恩典 恩慈 慈爱 爱等等 上帝的恩慈是不容怀疑的 也就是说 祂对我们的动机不是恨 而是爱 蛮有恩典的 临到我 我虽然苦 但是这个背后是 可能是父母的杖 不是仇敌的 这个堂衣炮弹 是父母爱的鞭打 爱的责备 打在我们屁股上的 母亲的手 父亲的 这个条柱哥的 这个什么 这个鸡毛胆子 为什么 他打我是为了我好 爱我的缘光 所以既然上帝是恩慈的 因此临到我的事情 都是好的 都是出于上帝 丰盛的慈爱 虽然我不明白 但是神是慈爱的 这个事情本身 性质也是慈爱的 基于神的慈 出于神的慈 再也就是神的信使 希伯来书 十章二十三节 也要坚固 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置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使 要不要怀疑 不要动摇 无论什么环境 无论亚伯来汉 这个应许的时候 七十五岁 到了九十九 还没见着孩子 这个肚子就像枯木一样 看不着发芽 没有希望 但是应许的是信使的 千万不要怀疑 不要动摇 既然上帝是爱我们的 信使的神 所有临到我们的事情 都是出于信使的上帝 当然我们撇除 我们自己的过犯 我们首先要反省自己 悔改 调整我们的错误的行为 这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说一般临到我们 无法理解的事情 所以这是信使的神 因此不要怀疑神 上帝既然应许了 上帝就必然成就他的话 所以他是亚维 他是耶和华 信使守约的神 他天地废去 他的话 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上帝的话 一旦出口就立定 安定在天 我们中国人说 这个白纸黑字 上帝不废弃自己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 神既然应许 他永远不离弃我们 他爱我们 那为什么 看不见亮光的时候 却怀疑他的话呢 好像上帝不爱我们 实信 离弃我们 大家都知道 那个小孩子的 在海滩上的那个例子 在沙漠当中的例子 那个遇到故事 当他平安的时候 欢喜的时候 沙滩上是两行脚印 但是当他最艰难的时候 他发现竟然一行脚印 他就跟上帝说 主啊 为什么我平安的时候 你与我同行 但是我在极大的黑暗当中的时候 你却离我远去 上帝说 当然这是遇到故事 上帝说 孩子 那个脚是我 我在背着你前行 上帝何时离弃过我们呢 因为他是信实的 他应许永远不离开我们 就不离开我们 约翰福音里面 赐下圣灵 真理的信 永远不离开我们 这是基督指着自己的命 指着自己十字架的献祭 这样的恩典 做保障 圣灵作为 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障 就是永远不离开 不是基于我们德行 我们信心的温度 高低起伏 感觉高低起伏 来决定圣灵是否住在我们里面 而是基于基督的恩约的献祭 再也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护理 护理可能理解不容易 相信上帝的引导 相信上帝的掌权 既然是空中的飞鸟 两个麻雀 虽然是买一赠亿 买二赠亿 两个麻雀不一分钱的吗 买一赠亿 这么不值钱的东西 但是上帝却看顾 如果富不允许 再神抢手 也打不下来的 我们的头发已经被他编过 数算过了 即便压力再大 熬夜 吃油炸食品 富如果不允许 我不是意思让大家挥霍 随便 不尽自己的健康管理 常识的生活管理 这方面 若不富得允许 一根头发也不掉 静阴远阴 中极阴 静阴肯定有 我们什么熬夜 压力大 营养的问题 但是中极来说 腹不允许 一根也不掉 但是反过来 你不能说 我掉头发都是 因为神让掉的 那可能 我们应该考虑的是 我最近是不是 总熬夜 压力大 或者是吃一些 垃圾食品搞的 上帝让我们信靠 我们不信靠 压力都压在我们身上 所以头发都熬成 地中海了 所以既然头发 这么琐碎的事情 清晨洗脸 洗树的时候 洗面池里面那些头发 我们看到细微的事情 但是上帝都护理 更何况你们呢 你们比麻雀贵重得多 重点在于这个 上帝同管一切 连头发都操心 都管 更何况你呢 我的儿女 用基督的宝血 买来的 按照我的行星样式 所造的 宁可用全世界 也不换的 这样的宝贵的生命 更何况你们呢 难道就忽略 打盹 疏忽 结果让你受苦吗 都有上帝的 护理 统治 所以呢 我们要信靠神的同时 还要约束自己 不尽钱的好奇心 那么问题来了 难道我们就不可以 求问什么 上帝为什么 这个事情 到底有什么美意呢 是不是不可以求问呢 当然不是 带着敬钱的心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上帝 我们的父面前 靠着基督 我们的大祭祀 清心土意 诗篇里面告诉我们 先知书里面 也告诉我们 很多古圣先贤 他们遇到 理解不了的事情 他们不是抱怨神 质问神 而是来到神的面前 求问 上帝为什么这样 带着谦卑的心 当然这个是 你查考了圣经 也搞不懂的时候 但是你又心里面 有个结 你可以问嘛 对不对 但是神答不答 你不要抱怨神 不是不可以问 可以问 只要是带着敬钱的心 不是带着那种质问 上帝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但是 当除去傲慢 不敬钱 不虔诚 不可亵渎的 质问上帝 约束我们自己 不敬钱的好奇心 而是带着信心 从常识 到圣经 思想上帝的教导 借着普遍恩典教导的 常识 借着特殊启示 教导我们的真理 带着顺从的心 信赖上帝的护理 智慧 良善 信实 同时呢 我们祷告 求上帝智慧 在这种迷茫 不知所措的 这种处境当中 如何学习信靠神 顺从神 所以呢 今天我们谈到了 那些 上帝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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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看到 学生教上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这人 难道不敬畏上帝吗 我们 凭什么 有什么资格 以这样的姿态 以这样的口吻 去质问上帝呢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这样呢 不要问为什么 隐藏的是属于约华 显明地好好查考圣经 透过圣经给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晓得 不要乱操作 晓得神的旨意 让上帝做上帝 让你好好做人 不要去挑战神的权威 也不要向上帝发出这种 欲望的 亵渎的质疑 上帝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为什么那样 解释你能理解咋的 解释了你能明白咋的 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智慧 恩典 慈爱 现实 智慧 主权 他在同管万有 最终把一切带向 他所喜悦的 当然也是为了 我们的益处 凡上帝所做的 既是为了他的荣耀 同事也就是为了 他百姓的益处 他绝不会害我们 所以比起那种 愚昧的质问上帝 还不如选 则披骂蒙灰 闭嘴默默无声 我知道这事出于你 我就在你面前 默然不语 多反省我自己 不过是尘土 我在母父堂着就有了罪 我罪人 因着自己的罪 遭恐难 又有什么抱怨的呢 当然有一些是 直接跟我们自己的罪有关 有些事是为了 除去我们里面的罪 炼进我们里面的渣子 上帝不得不 采取的一种管教 这个管教不是我们 所理解的犯罪不悔改 打我们 是训练我们 矫正我们 洁净我们 让我们能够恢复 神的行星样式 这也是为了我们 最终的救恩的 完全所采取的 一种智慧的手段 慈爱的手段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能够比起问上帝 为什么 更多的是相信神 信赖神 从上帝的话语里面 获得智慧 从里面得到安慰 在那里面 仰望神 敬拜神 我虽然不理解 但是上帝 你都知道 我将我生命交给你 求你带领我 你所做的 尽都诚实 尽都公益 尽都智慧 主啊 引导我 我该怎么办 在这种处境下 像雅各书里 给我智慧 让我知道 在这种处境呢 我该如何顺从你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做个 简短的祷告 慈悲天父 我们这个世间 恳求你来恩待我们 我们承认 我们是愚昧的 不敬钱的 有的时候 随着我们自己的愤怒 骄傲和不敬钱 过分的好奇心 常常带着不敬钱的心 在主的面前 抛出一些愚昧的智慧 求主赦免我们 饶恕我们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谋恩的 主啊 就求你带领我们 透过你的话 新旧约圣经 得到智慧 让我们知道如何去信靠你 敬畏你 爱你 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亲自掌权 引导带领 成就你自己的作为 在我们身上 做成你自己的荣耀 并且 求主使用我们 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听我们同心和以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